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星期天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出席国共论坛 是否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举行席诸会备受关注 美国军售台湾的阿帕器直升机 因飞行员带轻扭团与外籍人士参观的不当行为 酿成风暴 台湾是否出现严重的军纪问题 海下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4月12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凡东宁 过去这个星期在台湾最热门的关键字就是阿帕器了 这款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攻击直升机 有坦克杀手之称性能优异 不过因为台湾陆军飞官带亲友团参观 阿帕器的不当行为引发风暴 凸显了台湾严重的军纪问题 现在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传出了台湾空军官校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多位 现役和退役的飞官骚到解放情报军的情报人员吸收 台湾空军昔日的抗匪英雄如今沦为共谍 究竟台湾的军纪问题有多严重 相关事件的最新发展是否会对美中台关系造成冲击 今晚海峡论坛要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 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 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海峡论坛在下半场为大家要预备的第二个话题 是关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宣示 未来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 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维持现状 那么在大陆国台办回应蔡英文维持现状的说法 则是说大陆方面认为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是现状的核心 那么至于这个基础则是九二共识 那么就这个民进党与大陆方面这样子的一个 一来一往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同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今天也证实了 他将率团参加5月2号5月3号的国共论坛 那么会不会促成朱席会呢 其实朱立伦他也在说 这是另外一回事 会在商讨细节进行另外的安排 那么这似乎也表示朱席会或许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这两个话题呢 就是我们今天在海峡论坛为大家要预备的 共同讨论的话题 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 为大家所请到参与讨论的来宾 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呢 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 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际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 黄介正教授欢迎您 您好各位观众还有听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00801-148-940 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 台湾关系法制定届满36周年的前夕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阿帕器战斗直升机 因为陆军六栋腰旅的飞观中校 老乃成为继带亲友团入营参观 其中还包括了外籍人士 事后并有团员将照片给PO上网 引发了严重争议 也凸刑了严重的军纪问题 重创台湾军方的形象 总统马英九下令严查重臣 老乃成招陆军太除 中将指挥官和少将旅长被调职 参谋总长与陆军司令击过 军方寄出了四波陈储名单当中 至少有20名的将校受到牵连 而老乃成的父亲已经退役的前陆军 副参谋长老泽康也开记者会 劳累纵横的向社会大众道歉 那么究竟这场阿帕西风暴 是否涉及泄密 对台美关系和台美军售 是否会造成冲击呢 另一方面 近年来两岸军中危绩和 频频传出的共谍案 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两岸军人究竟为何而战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 黄介健教授 我们先来看这个阿帕西案 当然观察的一个重点当中 包括了对台美关系 跟美台军售是不是会造成冲击 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发言人 星期五已经说了 说这个照片都是 没有一张是美国陆军 之前没有公开展示过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照片 都是之前大家都看过的 您认为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阿帕西 究竟这一次的事件 有没有造成美台关系的影响 有没有泄密之余呢 如果从军机本身 从阿帕西直升机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军用战斗机 还有这个陆航的直升机 这些经常都会在航空展展示 所以包括国防厂商 包括一般民众 其实在营区开放的时候 都可以上去看 也可以坐在里面 所以对这一类的军品来讲 尤其是武器装备 只要是这个合乎规定 第二个经过合法的程序 第三个只要没有turn on 就是没有开机的话 一般民众进去 他看不到任何机密 所以第一个简单的讲 我们是没有泄密的问题 讲难听一点 这次唯一的泄密 就是把我们军队管理 不章的秘密泄露给社会大众 让我们的国军的高级管理干部 会感觉到非常没有面子 那么这个才是最大的秘密 那军品本身武器装备 都没有泄密的问题 好的 感谢黄介正教授 那么当然像刚刚黄教授提到 这泄露出来的是 台湾军纪严重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 台湾总统马英九 对这个案子的最新说法 大家说这是军纪的问题 其实还不只是军纪 这也是保防安全的问题 因为我们营区门禁的管制 机民设备的这种管制 都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在好几天前 就要求国防部长要 严查重罚 把每一个细节都查清楚 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存在 高阶 中阶或者低阶的军人 他们都必须要自重自爱 守法守计 爱国爱民 我们不喊口号 一定要做到 所以我一定不会放松 会持续地来关切 并且监督这件事情 那案情还在调查中 会不会进一步的发展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一定会依据他的情节 对所有涉案的人 克他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 好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总统马英九对此案的说法 说要严查重诚 而且绝不纵容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受到牵连的 有20多位将校 这个拱继10颗星星 27颗花都被这个惩处了 那么想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这个事件究竟突显出 台湾的军纪问题有多严重 是不是重创了台湾军方的一个形象呢 李老师 是 这一次阿帕契的这个事件 确实对台湾的这个 国军的这个军力的影响 非常的严重 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观察 第一个我觉得 军方的这些军人 尤其年轻的这些军事官兵的 军纪 军法的这个观念 太淡薄 以致造成 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当中 也有这个现役的这个军人 把这个比较贵重 比较严密的这个武器呢 把这个头盔 阿帕契的头盔 带出去到这个 party的这个场地来讲 这其实已经是涉及到 违法的事情了 那么 带亲友进入到营区来讲 这是属于经济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 造成这样子的原因就是 内部管理的这个不够严密 也因为内部管理的不够严密 造成这个亲友团呢 那么没有按规定的这个程序呢 来进入到营区来参访 那么同时 这个精密的武器 也没有按照一定的程序呢 让这个演艺人员上了这个飞机去 那么同时呢 也把这个照片 PO在个人的脸书上 这些也都是跟内部的管理不够严密 有相当的关系 第三个的话就是 许多的这个军中的这个年轻的干部 可能呢 认为这个军方的这个军力的展示 跟这个带亲友团进去参观 这两个呢 混淆不清 没有把它呢 计定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 造成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认为是非常遗憾 因此我认为 也借此节目来呼吁 国军呢 未来在这方面 必须要有更严密的一个 内部管理的措施 同时对于军法系观念的这个教育 也有必要再重新来教育 这样呢 才不自酿成 未来有继续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嗯 好的 感谢李华秋老师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这 阿帕契后续的影响跟效应 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我想继续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 就是 除了这个阿帕契所引发出来这个军纪跟管理问题之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4月9号 警教单位呢 继续的针对郑小江 这个共谍集团 所可能牵涉到的一些军中的现役 或者是退役的官兵 然后进行一些约谈 那么目前所知道的是 检方约谈了有这个空军官校飞行训练指挥部的 前上校副指挥官这个葛继贤 还有现任的中校副主任 这个他是一个中校 楼中校 那么比较让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说 他这个有现役的军人 而且是高阶军官 进入到这个似乎是被这个郑小江的共谍集团 所影响或者所吸收 那您觉得您怎么看待 这个现役军官可能会被共谍 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也透露出国军在管理上的另一方面的缺失呢 是 那么有关于现役的这个军官 那么受到郑小江这个的影响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也就是说 现在许多年轻的这个中高阶的这个军官 那么他的这个 对于国家的这个忠贞的程度的不够 这个也就是牵涉到的这个忠贞教育的问题 因为毕竟做一个军人 事实上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的军人的武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军人的武德不够 那么他的忠贞不能够对国家忠贞 不能够对他的人民忠贞 那么会影响到整体国军的这个安全上来讲 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这次呢 这个媒体报导了这些那么中校上校级的这些军人 那么因为泄露国家的军密 参与了这样子一个 郑小江这样的一个集团来看的话 这是非常严重的 我相信借由这一次的这个阿帕契事件来讲 国军应该整体来检讨 有哪些重要的这个缺失 有哪些军人武德 忠贞教育必须要加强严密来教育的 这也影响到整体的这个军民关系 因为毕竟我们的军人来自于社会 社会对军人有许多的期待 因此军民关系如果没有维护好的话 未来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 恐怕会让我们的百姓 对军人的这个支持度是不够 这对国军整体的发展是会有相对的影响 是好的 谢谢李华秋先生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想请教黄介正教授 就是从刚刚我们请教这个两位来宾 包括这个军纪问题 或者是说像这个共谍吸收我们的这个高阶军官 或者是像上个星期 我们曾经谈到过的这个F18 到曾经到降落到台南 这一连串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F18也有一些照片 似乎是从军营里面对外流出的 那国防部也很表示震怒说要彻查等等之类的 似乎也表示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军队管理 确实还有待加强跟改进 那您认为说这一连串的问题 会不会对于美国与我方的这个军事交流 或者甚至是军售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呢 您的评估 这个美国对于授予台湾的军事武器 以及我们国军之间对于任何保防规定的执行 当然会寄予高度的关切 那么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只要是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装备 美国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那么这一次不管是阿帕契案 或者是郑小江这个共谍案 整个来看真正的关键并不是规定不对 或者是法律不够 或者是我们营区的各项制定的规则 不够完整严密都不是 而是执行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大家便宜行事 大家心态上面想说 如果可以开方便之门 如果可以打马呼掩 或者是说给某一些特定的人士 可以不遵守规定的这种感觉 那么久而久之上行下效 大家就会觉得说 既然他可以那我也可以 所以真正的关键问题 不是说你有没有定这个法 你有没有定这个规定 这些都有 关键在是 大家看到的规定 并没有很严格的去执行 那么最近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 好像都针对的是军方 事实上在整个政府 其他的部会里面也都存在 这个我不想去讲 这是民族性的问题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有一些人不必检查 比如说位阶比较高的 就可以比较不遵守规定 为什么因为怕惹他不高兴 所以检查比较轻松一点 像最近有两个地方 我就觉得不错了 包括新的国防部的门禁规定 因为台湾国防部 现在已经搬到一个新的大楼 包括外交部 现在所有的人 如果没有门禁卡 你是到了一个区域以后 你就被卡在里面了 你就出不去了 包括自己的部门的雇员 或在这里上班的官员 你只要忘了带你的ID卡 你就可能被锁在电梯里面 所以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有些人一直跟我道歉说 黄老师不好意思 现在规定比较麻烦 我说错 我说就是应该要规定 而且更是有外国朋友来的时候 我们更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 别人才会尊重我们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好的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一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对 阿帕契案的一个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 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首先接近 新北市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请问一下 这个 他们尊敬牧民 有爱百姓 让百姓去参观 百姓又不懂什么军事机 为什么要继过 我觉得应该继工 美国有钱玩那个 太空梭 现在没有钱呢 太空梭不玩了 太空梭也是机密啊 什么事情 看一个人的心态可大可小 好的 感谢新北市的陈先生 再接一位彰化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 请说 我个人认为 海军跟空军还可以 而且就是陆军那一块 那一块领域 就感觉 他们的经济本来就很烂了 以前 像我们的一些朋友 当过兵的 都知道了 陆军根本不能打 而且很烂 进来都打不退 非常烂 我觉得 不是经济的问题 包括他们的 那个 武器系统 还有他们的行动 都不足 目前都 还要有待加强 我个人认为 最近的那个 像蔡英文的 平常人的 两岸政策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 更猛一点 就是说 一中 就是一国一制 那是民主制度 我的感觉就这样 好的 感谢 张化的姚先生 后面提到的问题 我们下半场会继续谈 请您持续锁定 我们今晚的节目 那么我先回到 华盛顿现场 请教 黄吉祥说 刚刚那个第一位听众说 这是有点小题 大家做了 我不晓得 您个人怎么看 在某一个程度来讲 我是同意他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 营规 营区规定 没有遵守的问题 现在结果上线上纲 变成到参谋总长 都被寄过 处分了 有没有一点小题大做 从很多军人角度来讲 处分 范围太大 层级过高 因为这个事情 基本上就是 甚至连一颗星 都不用处理到的 上校就可以处分 结果有七颗星星 二十七颗华 全部都被 所以大家才会在网路上 哭手 就是这个 挂掉星星的你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要确实 自己国军本身要检讨 就是说 把一些SOP做出来 就是说 谁违反规定 我们现在只有说 哪一些规定 如果你违反的时候 我们只是有说 法办 或者严格处分 但怎么处分 SOP 犯了哪些事情 处分到什么层级 我觉得这个规定 要赶快做 不然的话 就变成 你没有自己一个规则 游戏规则 或处分规定 去向民众说明 民众就开始 或网民 开始无限上纲的拉的时候 你变成 法际问题 变成政治问题 那么政治人物 都是靠选票过生活的 所以当他发觉 火会烧到自己的时候 他就政治解决 政治解决 就是一路处罚上去 然后处罚到某一个地方 平息民怨 找停损点 如此而已 是 那的确是刚刚我们提到说 这个小题大作的问题 一张照片 拉掉了这么多星星 但是凸显出好像台湾的军纪 已经现在没救了 搞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海峡论谈节目 也比较两岸的情况 当然台湾的军纪 的确有一些问题 像您所说的 李华秋老师说的 但是我们看看 对岸的情况 也是啊 你说台湾军纪这样子 对岸其实军中是贪腐 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看到这个海军副政委 马翔发中将跳楼 自杀身亡 这事情就很严重了 那么多的将领 被军纪委调查 还有包括这个徐才后案 是最严重的 不过现在因为这个癌症 已经去世 所以就不用公开审判了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你怎么看两岸 都有各自军方严重的问题 是不是已经到动摇军本身 是影响两岸军力的 一个程度了呢 不完全遵照 营区的规定 是全世界所有的军队 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台湾因为地方比较小 再加上现在网路比较发达 又有社群网站 所以很小的事情 它就很快的会烧到很高层 如果是很大的国家的话 发生这种事情 它很可能会局限在一个区域 它扩散不开来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今天在台湾所有发生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军队里面 也都有发生 包括买官 那么大家盛传的前一阵子讲 说抗战八年 这个共军只死了一位少将 这个打贪进入一年以后 结果折损了一个上将 四个中将 二十四个少将 那如果你知道这样来讲的话 那中国大陆的军队里面的问题 比台湾严重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并不是说比较两岸的时候比烂 看谁比较差 而是说大家有没有都依照规定来行事 我跟你讲 今天阿帕奇这整个事情 就是大家不照规定来办事 不照规矩行事 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讲要搞法制建设 要遵线要依法 为什么 就是大家不照法律 明明有规定 大家不照规定来做 所以用口语讲的话 就是大家要照规矩办事 就不会出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出问题 就是大家不照规矩办事 就这么简单 好的 感谢黄金正教授 以及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当然把这个阿帕奇案 放到这个两岸关系来看 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事实上不只是这些降销要受处罚 最开处罚的应该是马英九总统 因为现在是跟两岸关系其实有关 因为这个台湾现在目前 已经没有所谓的敌情观念了 事实上跟这个马总统 马政府实行的这两岸政策有关 然后也有人批评说 这个连前国防部长 郝博琛都说两岸一家亲了 那下面根本没有敌情观念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跟说法呢 李华秋老师 是 那么从这个台湾媒体报导 这个过去大陆的这个民运人士 曹长青对台湾的这个阿帕奇事件 有许多的批评 那么他其中他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军人的 这个敌情观念比较淡薄 这一点我是还有值得思考的空间 因为台湾的这个敌情观念的淡薄 跟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和好 有许多人误认为跟这个有关系 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看法 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 当然是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进展 尤其近六七年来 但是呢 要把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 那么说是因为这样子造成的这个敌情观念淡薄 我认为这个还有思考的空间 当然呢 我也不排除说台湾的这个军人的这个敌情观念 确实是有比较淡薄 但是毕竟呢 两岸的这个发展 到目前为止来讲 事实上来讲 还是属于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 持续的一个态势 那么曹江青的这个说法 他甚至于说 这个台湾军方会变成这么军纪这么涣散 是跟马总统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点我是不同意 因为毕竟呢 那么总统对于国防两岸外交的这一个 三个事情来讲的话 是确实是有尽到一部分的这个责任 那么至于这个军纪的换散 当然是军中 那么在对于官兵的这个要求上不够严密 那么同时呢 有法没有为依法来执行 这应该是属于阿帕契 这个我认为是属于个人的这个个案 那么牵涉到以整个元首的这个情形 来做一个指摘的话呢 我个人是不同意朝堂军这个说法 不过呢 毕竟整体事件来讲 我们台湾的军方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诚实的面对 那么同时也要有面对媒体的这样一个能力 才能够避免未来这些不良的事情继续再来发生 黄金先生要回应一下 这跟台湾的敌我意识敌情意识淡薄有关系 我觉得华球兄讲的不错 两岸关系啊 它是要朝良性发展 我们为了台湾的生存发展 我们必须要能够让两岸关系稳定 那么简单的一点来讲 今天讲两岸一家亲或者是说我们改善两岸关系 这是软的一面 另外一面呢 大家要清楚国军才是两岸关系改善的后盾 因为那个因为有坚强的国军 所以我们才能够大胆的去改善两岸关系 如果国军很弱的话那不叫两岸关系 那是北京下指导旗的单边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讲巧实力的话 就是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 软的一手是政治的是文化的是教育的 但是呢硬的一手就是你要有坚强的防卫能力 你才能够说不 才能够让走在前线搞交流的人员 让他心里有底 知道如果今天我不想答应的话 我可以说no 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你自己有实力 所以我觉得华球兄讲的没有错 你不要把两岸关系的改善 跟我们国军使命混为一谈 国军使命很简单 就是捍卫中华民国捍卫民主程序 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就要有很强的军队 要有战力 他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我觉得两者是并行的 所以我觉得华球兄讲的没有错 好的 那么我也继续就这个部分请教 再请教一下这个黄介正教授 当然这个案子我们看到现在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你也提到说 当然两岸关系一手硬一手软 但是台湾在这个巩固自己的 这个防务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对岸是全面的在渗透 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 这个解放军的中卫正少将案 他在各个地方的三军都有不限 尤其在空军的部分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渗透的部分 也包括了这个共谍案平船 你怎么看就是这个将领 台湾将领在管制期过后之后 也到对岸去进行交流 那到对岸之后是不是也有可能 被所谓对岸的一些情报人员 所去吸收或去挖掘资讯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现象 它是很渐进 就我个人的了解 这个现象它是很渐进的 然后不着痕迹的 放长线钓鱼的一个程序 如果我们今天摊开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 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大家没有警觉 可是当事人他可能就会有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就说那个樊教授 或者樊女士很难得 你原来以前担任很重要的职务 现在退休了以后 可以回来多参访多看看 然后请你跟我们上个课讲讲话 然后你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也没有什么机密 然后他就给你很贵重的 一后碟钞票 然后你就讲说 奇怪我讲30分钟 这个收入这么丰厚 说下一次如果有机会 还请你来跟我们一些干部教导一下 你有了两次三次四次以后 他说我是情报人员 你拿了我的钱 如果你不继续替我工作 你死定 所以这个模式不断地在被翻新 就是它在被重复 那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他会觉得就是说 我认得的朋友介绍我去 跟大家讲讲话 没有什么东西 刚开始都没有什么 可是久了以后 当他那个链子把你锁住以后 你发觉你自己逃不掉 所以就变成续续续续 那个时候他才会跟你要 他真正要的东西 好的 感谢王金教授 你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当然都谈到说 这个退役将领到对岸去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老乃成的父亲 老泽康出来开记者会 当然为他的孩子的说情 还有说这个 如果有退休凤的话 会全部捐给公益 当然很让大家 一部分的人觉得说讲得很好 但是也认为说 他自己本人也是退休之后 到对岸去 你怎么看台湾退休将领 到对岸去这样一个情况 还有整个案件 我们看到现在 你觉得会不会对两岸 魏力不管是建立 这个军事互信也好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李华秋老师 是有关这一次的这个老乃成 老乃成这个案子来讲 那么他的父亲 老泽康将军 那么退休之后 到大陆去工作 其实事实上来讲的话 人的这个发展 当然是往高处爬 那么老将军退休之后 他按照规定的这个管制的时间 到大陆去工作 我认为无可厚非 但是就是说 他在这个台湾的媒体里面 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值得进一步再来查证 就是他说大陆 他个人的这个 在大陆工作是一个行政职 那么大陆的这些其他的员工 并不知道他过去 拥有军人的这个身份 这一点 根据我过去跟大陆 许多的这个学术界 或者是媒体界的 这个朋友的这个交流来看的话 我认为老将军这个说法 有值得进一步再来了解的地方 通常来讲 我们都知道中共中国大陆 对中对台湾的研究 有一部分很重要 叫做人物制 也就是说对于台湾 许多重要人士 他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周密的这个调查 那么老将军 他身为一个陆军总部的这个退休的这个 这个少将副参谋长退休 以中共对台湾人物的这个了解 我相信他应该是知道了 但至于说他公司的内部的员工知不知道 我想这个呢 还值得进一步来观察 至于这个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老乃城这个案件来讲的话 对两岸关系 未来在军事互信机制方面会不会有受到的影响 我想从目前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回应 或者是大陆各界的这个看法来看 我认为这个案件对军事互信机制的这个影响应该不大 但是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两岸的这个军事互信机制的这一个 如果能够真的进一步来建立 那么同时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互信的基础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未来在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 如果能够从两岸互信机制这一块 进一步来好好的做的话 我想未来两岸应该会有更开阔的 一个更进步的一个空间的出现 好的 感谢李老师 那么上半场我就请两位来宾 跟我们做最后的简单总结 尤其是这个整个案件看到现在 对于台美互信或两岸互信之间 究竟有没有影响呢 跟我们做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这个只要台湾能够所有的事情 都依法照规定来办理的话 我们可以增强别人跟我们交往的这个信任度和信心 不论是美国或中国大陆 所谓言出必行 依法办事 照规矩办事 这个一定要反复的去强调 这次所有的问题都是大家基础 基本的观念不够严谨 明明知道不可以做的事情便宜行事 所引发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对台 我们如果要让美国跟台湾有更强固的信心的话 这一点我们自己应该要做到 好的 李华秋老师 是 那么从这次南欧云城这个案来看 我认为严格的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必须要面对 诚实来面对任何一件事情 事情发生了一定要积极面对 同时军方也要特别注意到 面对媒体的这个处理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 避免未来有陆续的事情发生的话 才不会让老百姓对这个事情 一直有一个不好的印象的继续发生 好的 赶快讲 感谢李华秋老师 那么有关于阿帕西案引发的风暴 和两岸军纪的相关讨论 我们到这里先到一段落 稍后我们带您关注的是 即将登场的国共论坛 究竟是不是会上演习诸会这场大戏 还有两岸关系 接下来究竟是会像习近平之前所警告的那样 可能出现地动山摇的情况 还是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所说的 能够峰回路转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